OK我现在要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就是说在左手和右手 我现在是有两个控制器 但实际上我在现实中操作的时候 手里是没有控制器 因为是AR环境 所以我们的主要核心操作 是靠这个眼睛发射射线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的右手会模拟一条这个线 那这个线就是未来 如果我们做眼不追踪的话 就这么着做 然后对于眼不追踪的话 眨眼就是相当允许选择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我只能够预留一项选取功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设置成的是A这个按钮 然后在这一只手呢 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允许手 用户会在这个手上 佩戴一个就是带一个按钮 或者就是多个按钮的一个手环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去 可以在手上调出这么一个菜单出来 然后这个这个菜单就是我们假设在AR环境中是有对手部的这种跟踪的 那么这个菜单就会将 一会儿一直会跟着我的手部 然后正常的操作流程是这样 就是 我调出这个菜单 然后我可以看着它 然后我的眼睛会选取不同的 不同的项目 这样 然后我通过眨眼的方式去选择这个项目 选择万里 其实假设 sorry 我点错键了 假设我选择了比如说PyChart 那么他就会跟着我的右手 那么左手上面就会变成一个垃圾桶图标 垃圾桶这个图标就是用于回收这个PyChart 我可以注视这个垃圾桶图标 然后眨眼 那么他就会把我右手上的PyChart给删除 这样他就会删除掉 然后我可以调回来 然后回到LineChart 假设我现在好像把一个LineChart放到一个 这个 就是某一个部件上 那么当我注视这个 让我看到这个部件的时候 他会用这个BoundingBox把它做高亮 比如说对于这个3G Printer 我们有三个部件 一个是上面的这个PrinterHead 然后有PrinterHousing和PrinterBed 那么这三个部件都是可以加收 都是可以呃 增加这个Visualization 那么假设现在我给这个呃 地方增加一个 那么就是对他进行眨眼的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被attach到他的这个Anker Point上面 然后把它取下来也很非常容易 就是我注视它 然后呢 再眨眼 那么他就回到我的这个这个地方手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把它就是呃 删除 那么就是这样 OK 呃 然后 对于这个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呃 同一个呃 DataCollector 我们现在只允许 你只能够接收 一个这个呃 Visualization 但是你可以在不同的部件上 做一个大概吧 嗯 OK 然后 那这个 假设我现在想要给这个啊添加一个scatter 然后想添加到这个上那我就可以看这个 然后眨眼它就会到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再说比如说蓝串这个颜色一样 换一个蓝串蓝色也一样 那么就是这种感觉我可以点这个 然后对目前目前我只在manualitem上放了四种charts 然后这四个charts未来就会对应到就是不同的visualization的方式上面 OK就是这样 您 对 您 您 您